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故事的主人公叫朱碧芝 朱碧芝是一个非常好的女子 她做人厚道 诚实之大义 做事只求无愧于心 朱碧芝是这样好的一个人 她的丈夫相比之下就太差了 朱碧芝还没过门的时候 她的丈夫就娶了一个小妾 朱碧芝刚过门三天 小妾就给丈夫生了一个儿子 更伤心的是 结婚才两年 碧芝的丈夫就去世了 朱碧芝的父亲一直对她丈夫很生气 听到她的丈夫死了 无论如何也要把碧芝领回家 朱碧芝会怎么做呢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安安静静听故事 明朝的时候有个姑娘叫朱碧芝 她做事端正大方 相貌也很出众 她十三四岁的时候 就有很多人脱眉人到她家提亲 在众多的追求者中 朱碧芝家选了姓仁的一家 因为朱碧芝年龄还很小 就先把婚定下 等碧芝长大了再正式结婚 一年之后 人家父亲对人家公子说 你也到了该生孩子的年纪 不如先纳个妾吧 人家公子想了想就答应了父亲 人家父亲就对媒婆说 麻烦您给我的儿子 物色一个小妾吧 她还将一包银子 塞到了媒婆的手里 媒婆一见有好多的银子 就高高兴兴地忙活去了 很快 媒婆就领来一个女子 这个女子就这样 给人家公子做了妾 在当时 男人娶个三妻四妾 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正妻还没进门 就先娶小妾 是看不起正妻 甚至正妻一家退婚都有可能 人公子纳妾的事情 后来传到了朱碧芝父亲的耳朵里 她生气地说 这也太不是东西了 他们还有没有把我的女儿放在眼里 她找到朱碧芝说 孩子 那个混蛋竟然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这分明是看不起你 爹再给你找个人家 朱碧芝知道这件事情也很生气 可她还是对父亲说 父亲 我当初已经说要嫁给她了 我不能说话不算话呀 她那欠那是她的事 和我没关系 父亲见朱碧芝根本不听她的 就更加生气了 这时朱碧芝突然拿起桌子上的剪刀 一把就剪下了自己的头发 还对父亲说 我肯定不会嫁给别人了 您就别打这个主意了 她的父亲没有办法 只好答应了女儿的请求 成亲那天的时候 朱碧芝把自己打扮得非常漂亮 婚礼也热热闹闹的 可就在他们成亲的第三天 任公子的小妾就生了一个男孩 任公子非常高兴 也就更加疼爱自己的小妾了 可朱碧芝并没有生气 她还对丈夫说 你去陪她吧 她刚生了孩子 需要人照顾 丈夫也就安心的去了 慢慢的 小妾生的孩子长大了 朱碧芝就像疼爱自己的孩子一样 疼爱她 有一次孩子生病了 朱碧芝整晚都陪在床前照顾她 孩子拖在了床上 朱碧芝就耐心给她清理无误 完全就像是在照顾自己的孩子 两年后 任公子突然生病死了 朱碧芝的父亲又劝她说 人家一家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他们对你这么坏 你孩子这里干什么 趁着你丈夫死了 你该回自己的家了 朱碧芝说 不可以 我丈夫死了 家里有很多事需要我处理 我怎么能不管呢 父亲不停地在劝她 他死活不同意 到后来 朱碧芝的父亲实在太生气了 骂了他很久 他干脆躲起来 不见自己的父亲了 由于人家很穷 朱碧芝只能算计着过日子 没钱的时候 朱碧芝就一个人吃杂粮喝西粥 把有营养的食物都给了小妾生的孩子 孩子被人欺负了 他什么都不说就去保护孩子 完全不管自己有什么危险 后来孩子长大了 朱碧芝也老了 这孩子也没有辜负朱碧芝的养育之恩 不仅事业有成 做人行事也很有朱碧芝的影子 他一直也把朱碧芝当成自己的亲生母亲看待 小朋友们 必知不复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你有什么收获吗 已经讲了这么多故事 相信大家都看得出来 在封建时代 女子的诚信 绝大多数是对丈夫的诚信 这种心目的前提 是封建道德对女子的要求 从一而终 在舆论的要求下 很多女子都做到了这一点 比如朱碧芝 她的丈夫人士不是一个好丈夫 没有给她尊重 也没有给她幸福 封建道德却把她牢牢束缚在人家 朱碧芝做到了信守承诺 做到了从一而终 可是这真的值得吗 我们生活在不同的时代 用现在的眼光去评判朱碧芝的作为 算不上可观 听完故事却一定会有些评价 小朋友们应该知道 故事中哪些行为可以学习 哪些行为固执地学习 这个故事中 朱碧芝新手承诺可以学习 关心孩子可以学习 孩子孝敬父母也可以学习 而朱碧芝为丈夫守节就不要学习了 那是封建社会的糟粮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糟粮